2023年9月1日,星期五,农历7月17,两部门明确,首套房首付比例统一为不低于20%,二套不低于30%,今日起多家全国性银行在下调存款挂牌利率,调降幅度10至25个基点,8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贬值2%,机构称后续有望起稳,应幼儿照护,子女教育,赡养老人,各式专项附加扣除标准, 分别提高1000元,受台风苏拉影响,广州、福建多地已停运延迟开学,广铁集团近4000列火车停运,继广深厚,江苏、武汉、厦门、惠州、中山等地也将实施任防不任带,杭州推出首批500套清河驿站,供求职青年短期免费注,北京将实施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规定,制止电动自行车入楼,河南试点推广, 9至14岁女孩接种HPV疫苗,首提国产大模型货皮面向用户开放,含商汤、百度、质朴AI的,江哥妈妈诉网报者侮辱诽谤案, 二审维持原判,被告人获刑两年三个月,泰国亿万富翁,前总理他信,正式请求泰王赦免, 韩国最大在野党党首宣布无限期绝食,抗议尹西越政府暴政,南非约翰内斯堡一件处发生火灾, 已至73次,尼日尔军方废除尼法所有安全协议,并要求法军9月3日前撤出。